大家好,我是月翰 我们说其实农村就像是一个人情社会 因为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融洽的 经常会在一起聊聊天,啦啦家常之类的 那老人交流的时候就会用一些俗语套话 来给我们留下一些生活经验 那今天呢,月翰就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俗语 叫做有柴不烧敞口锅,有女不嫁,无公婆 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们先来说一下有柴不烧敞口锅 从字面的意思上呢,就是说家里的柴火再多呢 做饭的时候也不要去烧不盖锅盖的大锅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呢会消耗大量的柴火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农村当中发展都是比较落后的 物资呢也是比较匮乏的 那有的时候很多家庭都是用柴火来做饭 每天会消耗很多的这个木柴 那我们说在农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干柴可以烧的 所以如果在烧火做饭的时候不盖锅盖 那家里的柴火呢就会很快的被消耗完了 所以这句话就是在告诫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去浪费任何东西 不然呢就会被人说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 再来说一下后半句 有女不嫁,无公婆 我们常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所以对这个女生来说嫁人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事情了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在说 女生在嫁人的时候不但要看这个男方的人品 相貌经济条件 其实对方的父母呢也是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的 如果说女生嫁给一个没有父母的男人的话 可能就会让自己过得很苦 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假如一个家庭里没有了父亲这一辈的话 那作为凶嫂呢就要承担起父母这个责任去照顾一家老小 所以说如果一个女生没有公婆 那女生入门以后呢可能就会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那如果丈夫是长子的话 妻子还可能要照顾整个家庭 那就会非常辛苦 但其实这些俗语呢是根据以前的那种生活环境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放到我们现在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过有很多情况呢还是有一定出入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句俗语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一起探讨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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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